这几年以来,台湾还出现困难为感染的媒类 让共用的风雨越来越严 里面和毛泽相关的营营促习 在台南的林地车站公航 在早上里面的冠军公信暂时天气开放 希望可以配合风雨经济 共同来保障大家的安全 在月面上看到里面才拿着风车 三种公航街运起来 这是为台南林地车站公航 里面为了配合风雨保障大家的身体健康 对今天开始要将公航街暂时关起来 我们政府已经防疫升级 所以我很抱歉 我觉得在我们管理能力范围内 能够做的就是先将我们车站公园暂时先关闭 那等到政府公布疫情比较舒缓的时候 我们再来开放 对开不开用以来 美国家人都会进行很多UK前来的车站公航 因为这个参加的民众是来自于专台隔地 地点环乐的因素来作成风雨的破口 所以才会做这个决定 这样做我觉得也比较不会影响到 大家也不会影响到我的里面 那有个万一的话 我个人没有办法去承受 那也希望大家能够见谅 那到时开放的时候 也请大家能够再来我们车站公园 与营之导 目前UK前要关闭6月8号的危机 希望民众在这段时间来 可以更实在做好风险配合各行促习 再等更保证大家安全 没收到北斗的情调 一家可在明连着苦彩红伯德